出門啦 罹患糖尿病30年的許麗平 常年血糖控制不佳 導致血管阻塞 2014年左腳出現傷口 無法癒合 為了避免造成全身性的感染 只好截肢保命 沒想到後來右腳也出現問題 我坐腹康巴士 刮到 我也以為沒有什麼關係 結果也是發黑 因為兩隻腳都沒有 是很麻煩的事情 真的要做輪 一輩子 所以我就特別愛看護這隻右腳 在台灣的糖尿病人 約22.3%有周邊神經病變 25%下肢出現傷口 這正是因為高血糖 造成神經與血管的問題 神經病變的情形 會造成病人的逐步感覺喪失 他可能沒有辦法察覺 自己腳部已經有受傷 他體內血液中的高血糖 會導致這些動脈血管的 硬化跟他的組織的灌流的下載 氧氣或是氧分的送達就會下降 然後造成這些傷口不容易癒合的情形 他的那個大腿是通的 那膝蓋以下他才剛剛開始 那我們就抓到了 所以說就趕快把他進來 取留重建之後他就好了 糖尿病患足部傷口難以癒合 又稱為糖尿病族 在過去重症時 病人可能要截肢來保命 近年來血管疏通手術發展成熟 在顯影劑與S光的輔助下 能夠找到阻塞的位置 並依照症狀使用不同的血管疏通方式 比照我們心臟的心導管的方式 那從血管找到一個穿刺的點 那藉由我們最細的導師 先穿過我們的病變部位 氣球 支架 刀片氣球 甚至一些動脈音化斑塊的切割器 都是順著我們導師在走 除了治療技術 治療的時機 也是保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面對了各種難以癒合的傷口 在疏通血管之前 醫師還是有很多的考量 光去通血管 並沒有辦法達到整體的療效 急性的感染的時候 你沒有先去把感染處理好 就去通血管 反而會引發更厲害的敗血症 所以到底要先通血管 還是先去青創或者是抗生素治療 你必須根據病人當時臨床上 他感染的情形厲不厲害 靠著醫師豐富的治療經驗 徐先生阻塞的血管順利疏通 讓右腳免於截肢的命運 透過助行器維持日常生活的行動能力 現在的他控制血糖 維持良好生活作息 避免截肢的風險 再度找上門